我答應你出來輸 但我有一個要求 你跟丁玲說 我要在律政司起訴召海之前 我不管他用什麼方法也好 還召海一個清白 謝謝 怎麼樣?他們倆有沒有逼他下台? 沒有人可以逼他下台 是他自己說要退下來 剛才不是跟他們說 我們倆不會接手主席的位置 那現在怎麼樣? 他建議了另外一個人做主席 方芳 我也挺有信心 他在十年之內 成為內地個個都認識的一個企業家 你覺得方芳做主席有沒有問題? 他剛才也說了 就算他退下來不做主席 他也會留在董事局 我現在還是留一個他最信的人 代他做主席 比其他人錯了 方芳做主席又沒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畢竟除了趙凱之外 他是最熟世代物流的人 有什麼事? 我告訴你 我找了私家偵探跟著丁令 他正在上城鋒接 是, Candy 宋小姐 丁令他上來找你 我已經安排了他在會議室等待了 我現在跟徐山回來 還有, 和他一起上來的, 是董事局 你覺得我真的行嗎? 你真是質疑我的眼光 你是我們世代的執董 你拿著我們公司七幾百分的股份 由你去接銷, 有什麼問題? 你不是不記得我進來世代物流之前 我是在海棠鎮一間快遞店的老闆 加上我只有六個人 現在你叫我做上市公司住席 十五萬人, 我怎麼管? 其實管理多少員工也好 做一個企業, 就只有一個硬道理 千萬不要每個決定都是出於利益 因為人比利益更重要 你怎麼樣? 很好 好, 早點跟我說 找車來接你吧? 不用 丁小姐, 找我還是找宋橋? 我跟丁小姐約好了 這次我去新加坡 其實是想告訴你 我, 丁小姐和幾位投資者 有一個新的合作對話 丁玲, 你想跟我們城府合作嗎? 你不早就跟我說嗎? 我看你跟徐先生、 前海香港兩邊走那麼忙 不想麻煩你們 不就直接飛過去找Gordon他們談吧 你們不介意吧? 你怎麼會介意, 丁小姐 你也直接找了我老闆 我老闆又回頭了 看來這次的合作總會很有趣 說去聽聽吧 SME和成豐資本 加上拿著世代物流 超過三分之一的股權 我們是最大股 為什麼不可以當世代的主持人? 我跟Gordon已經商量好 會合作推一個人出來 坐世代主席這個位置 我反對, 我們答應趙海融資的時候 只是為了賺錢 沒有打算控制一間公司 現在我們跟他合約已經穩賺不配 為什麼要多一次一句? 順小姐, Gordon剛過到你 應該先了解一下情況 一會兒, 那個計劃 我們在新加坡已經決定了 這次我來不是跟你們討論 是要你們配合 那我們不配合就怎麼樣? 宋喬, 你不是覺得我這個舊朋友 特地來找你麻煩嗎? 律政司那邊很快會對趙海作出起訴 主席這個位置他不會坐得來 我們拿著這麼多股權在手 是不是很應該為自己著想 去找一個信得過的人來 管理這間公司? 律政司, 宋喬,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們就有辦法 讓你成為下一任世代物流的主席 我們很有信心 宋喬, 你站出來 古東大會你會得到最多一票 行了, Gordon 我待會兒被風辭職上來 冷靜點, 有什麼忙碗再談好不好? 杜明, 跟丁小姐喝杯咖啡 我可以給你送給你, 單獨平衡 好嗎? Gordon, 其實我們沒什麼需要再說 當日你找我出來做成風資本的時候 你跟我說過 你們四個投資者 只是出錢, 只是給予意見 公司的決定你們不會干涉 是我宋喬一個人說了說 我當然記得了, 這麼多年來 多少項目你說投就投, 不投就不投 你讓一步好嗎? 我跟你說 趙凱毒架這件事 是丁寧在背後擺佈 他要拉趙凱到台上自己人上馬 我出來選的話, 我不是幫兇嗎? 我不管丁寧在做什麼 我們做生意的, 即是考慮如何賺多點錢 你做了主席之後 你不用再理他三年限期 我們跟世上的關係一直走下去 我不會插少海一刀 我不會選 你不選, 走 我叫杜明選, 杜明也不選 我支持丁寧選 好, 我去看看哪個股東 肯投票給對家公司的人來做主席 我答應你出來選, 但我有一個要求 你去跟丁寧說 我要在律政司起訴召海之前 我不管他用什麼方法也好 還召海一個清白 對了, 你猜Gordon 勸不勸到宋喬出來選主席? 我覺得機會很好, 應該說沒可能 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宋喬去真的拒絕的話 有沒有計劃? 計劃, 就是你出來選 其實世代物流跟外面的企業很不一樣 這個品牌有自己獨特的文化 趙海經常說的 我們不可以只顧著自己的利益 還要負上社會責任 新馬區二十強, 隆重登場 專業評審, 各就各位 全新盲選賽制 參賽者踏上夢想通道 第三季, 正式開始 中年土星鑫三支, 決戰失馬 今晚八點半, 比賽台 各位APM的觀眾 我是有份演出企業強人的龔佳欣 我是有份演出企業強人的吳子聰 那些精華片段是不是很棒呢? 快點點擊下面的連結 去我們歡樂APM Like和Subscribe 去我們的歡樂APM Like和Subscribe 收睇更多TVB的內容吧 說明目的 你在幹嘛? 在你中央所張嗎? 在特色在海 Toward